程式還可以在精簡 甚至如果你用篩選的話 甚至只要三行就搞定了 OK 所以這個篩選很厲害 就是說直接 像剛剛的程式 如果寫成篩選 就是主要可以把這樣子 這麼多改成這樣子 就OK了 至於怎麼寫 我們待會再看 你會發現 其實這個執行起來 結果 也會是跟剛剛會一模一樣的 這邊這個 OK 那 他這個方法的話 其實是用所謂的篩選的方式 這個待會再講好了 那我們先把剛剛講到的這個部分 就剛剛同學講到說 如果老師我這邊我不要按按鈕 我希望當他這個地方change的時候 就是 本來是click Click就是按按鈕 變成change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OK 首先第一個 如果你要變更的是 哪一個地方的事件 你就要先點visual badge 這個地方比較特別 因為我要根據的是這個 這個工作表 那這個工作表的名稱叫sheet1 我如果沒改的話 你會發現就是這個 Wahu裡面這個叫sheet1 所以第一個 請你要找到對應的工作表 因為觸發的 這個事件 會 從工作表 物件 這地方觸發 所以 你必須要先找到這個sheet 這個worksheet 這是工作表 這個工作表 然後呢 然後呢 點擊之後的話 他的右邊這邊呢 就會列出很多的事件 事件的話就是 發生什麼 應該算什麼 什麼樣的動作 然後呢 會觸發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呢 理論上應該 他預設是selection change 意義上是selection是選舉區 那可是我不是選舉區啊 我只是說那個地方 改變而已 所以呢 那你就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change OK 本來是selection change 改成change OK 那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有一些改變 就是本來是這一段 它的事件在這裡 那所以這邊可以把它刪掉 改成這個 叫worksheet change OK 所以底下這一段可以刪掉 好 那我就知道 當這個工作表 它發生改變的時候 那可是問題喔 我不是說 只要工作表改變 我就會觸發 那個班級的按鈕 而是 當哪一個儲存格 改變的時候 當這個儲存 儲存格應該是這個 H2嘛 所以呢 我要怎麼知道說 是H2呢 所以你這邊要做一個邏輯法 如果 那個被改變的 的那個儲存格 它會用這個叫target的物件 告訴你 所以target的這個喔 Target的物件 有一個屬性 點下去會有個叫address address的話 哪一個儲存格的位置 如果等於什麼呢 跟他講一下 說H2 所以你在這邊加一個H2 這個 Target.address 它的名後面的東西 比較特別 一定要加前後 的前的符號 一定要絕對位置 這個是 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因為這個也是 我用查的方式把它查出來的 然後 如果是H2的話 然後 一樣呢 Then enter兩下 打一個ender 如果呢 是H2的這個儲存格改變的話 就是target.address 如果是H2的話 那我就 在呼叫什麼呢 剛剛的這個sub 這個sub叫什麼 叫班旗 OK 那我就呼叫班旗 怎麼呼叫呢 很簡單 就是把這個 名稱呢 寫到這裡 打個call call班旗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 意思是說 當這個工作表 這個可能要整串 用理解的 當這個工作表 裡面 所以你要找到這個工作 點兩下打開 找到這個worksheet的change 所以它會出現worksheet的change 然後呢 去找到哪一個工作表 的儲存格 所以要做邏輯判斷 如果 那個儲存格是H2的話 OK喔 所以是H2改變的話 然後 那我就呼叫班旗 那當然如果不是H2的話 那 我就怎麼樣呢 就是跳過了 OK 所以理論上 假如呢 我這邊設中斷點好了 你會發現 我把它先關一下 如果觸發 有沒有 假如比如說我改變是 這邊我隨便輸入 加1好了 那有change 那你會發現就觸發了 但是呢 這個targeting address 是不是等於H2 不是耶 那個應該是哪一個出征 旁邊這個啦 是K2啦 所以兩個有沒有相等 兩個當然沒有相等 False嘛 所以False會怎麼做呢 它就跳過了 它就不會呼叫那個什麼 班旗了 所以跳過 有沒有 那什麼時候會呼叫呢 就是當這邊有沒有 Change了 所以它是不是H2 是嘛 是不是Change 是Change了 兩邊有沒有match 看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我這邊設中斷點 兩邊 的 address 都是H2 所以 它就match了 為True了 那接下來的話 做什麼 跳到 裡面 那就call什麼 班旗 所以它就自動怎麼樣 幫我把它 就是 跑一下這個班旗的 有沒有 所以二班馬上 變更了 一班 有沒有 馬上就變更了 所以 這個刪掉了 所以 如果你做完之後啦 就可以 不需要 按按鈕 為什麼 因為它的觸發 就不是Click了 而是什麼 當 這個工作表的 這個初生格 發生什麼了 Change事件的話 那就call班旗 就大概這樣而已 所以以後如果說 你在其他地方 假設了 你不想要 做按鈕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當哪個初生格 又改了 尤其是下拉清單 下拉清單 改了 重新再弄一個 新的資料給你 比如說你下拉清單 1月份的報表 下拉 1月份報表就出來 點一下 2月份的報表就出來了 那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下拉清單 再配合 資料的顯示 這蠻OK的 所以特別重要 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1 點擊什麼 這個特別重要 物件 記得是 你要對應的就是下面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 然後當這個工作表 Change的時候 會觸發這個 去比對一下 請各位試試看 我把畫面 我把畫面 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這是 觸發事件的部分 程式的撰寫 那這邊的話 基本上記得 程式 不要把它寫在那個 模組裡面 因為這個地方 不是寫模組 OK 因為之前有個同學 一直想說 為什麼我弄了之後 結果沒反應 原來他把程式 寫在模組裡面 就不OK了 記得這個比較麻煩 就是說 去找到你的哪個工作表 的哪一個 worksheet的 Change 哪個事件 事件部分的話 一定要找對 一定要是 Change的事件 他才會work 另外的話 比較特別一點 Targeting address 一定要是前後加錢的符號 如果前後沒加錢 他的比對一定失敗 好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